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剛剛是用TES的函數 裡面先用TES的函數 關鍵的地方就是把格式貼到FormatTES裡面 讓它真的轉換成我們眼睛看到的這個文字 然後再做切割就沒有問題了 這個其實還蠻常遇到的 因為很多人常常遇到就是說 看到的奇怪為什麼我看到的跟我切割到的資料是不同的 那當然關鍵的地方就是用TES函數 這個第一個文字函 那再來如果我今天呢 我如果不用那個這個TES函數切割的話 另外的話我可以用year month day 然後這個weekday 然後這個hourminisecond 所以其實總共 假如說要針對日期時間做切割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所謂日期時間函數 那如果我今天要取得這一個儲存格裡面的 年的部分 那我可以的 我不要先放在14儲存格 然後一樣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之後的話呢 一樣我找到切到那個日期時間函數 那如果我要只取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年的部分 那我可以用year year在底下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現在格式是用中華民國歷 看到是110 不過實際上它存在 因為excel裡面還是西元年 它只是說用格式方式讓你看到 以為是民國 但實際上它還是西元年 按確定 然後把什麼 把這個儲存格資料給它 有沒有 它這邊一樣是把這個now的資料切過來 然後取得它的那個年的部分 所以會得到的是2021 OK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轉換成民國年的話 那當然有個公司還可以減掉1911 這樣也是一樣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只是說呢 各位可以看到喔 如果我把year減掉1911之後 奇怪它看到的格式為什麼 變成有點像是把前面的這個格式 幫你複製格式過來 實際上它太自動了 所以怎麼辦 如果要把它恢復的話很簡單 按右鍵存存格式 可以把這個地方通用格式按確定就可以了 讓它改回來 這時候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幫我把它改回那個民國年的部分 那你怎麼 這裡面的話順便講一下喔 上面的方法跟下面的方法 其實還是有點差異啦 哪個地方有差異喔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喔 靠左 前面好像有講過 如果你是靠左的話 基本上呢 那這個資料呢 就是文字 如果靠右的話呢 就是數字啦 也就是說呢 上面的這個方法 因為我們用的是TES的函數喔 所以它最後得到的 就是一個文字型態的資料 那底下的部分呢 因為我用EAR EAR所得到的 它就是一個數字的資料型態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主要是要小心是上面這個啦 因為上面這個它把它當文字 如果你拿來做計算的話 那可能會出錯 如果你要讓它真的變成一個數字的話 那前面我們好像有講過啦 你可以在這一個資料的外面 再包一個value 如果說今天喔 我要讓它真的變成數字的話 有沒有 再加一個value刮符 然後再把它後刮符一下 那打勾之後喔 應該最大的變化應該是 它對齊方式一定會改變 有沒有 它會把它當一個數字 就會靠右對齊了 OK 這個是第一個 那如果我要取得這個資料裡面的月的話 一樣插入函數 找到日期時間裡面的month 所以month部分 那一樣把這個給它 它就得到5月 那日的話呢 同樣的方法 找到date date函數 那就可以取到31 那週期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weekday 不過weekday的話呢 比較特殊 weekday的話 如果假如我這個資料給它 它會得到2 可是2的話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2跟週1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需要再利用那個格式 幫我們把它變成週期 那怎麼做喔 剛剛有用到一個叫日期 西例的部分 找到那個週幾 按個確定 那你想說那為什麼2會變成週一呢 OK 那其實最大的原因 各位可以 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環境是美國人發明的 然後他們認為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這個一個禮拜第一天的話 是禮拜幾呢 禮拜天 所以如果1的話呢 當然就是週日啦 然後2的話當然就是週一 意思可以推 如果是7的話當然就是週六 OK 那10分秒的話一樣喔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日期時間裡面會有hourms 所以這邊的話 找到那個hour 然後給它 這個它就取得17 OK 然後分的話呢就是mini 意思類推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分別取把那個資料 日期時間裡面分別把資料做分割 OK 這個second幾秒 OK 那就可以分別把這個資料做 那再來底下有一個練習題啦 各位試試看 如果針對東京奧運 現在已經變2021了 2020 那我剛剛查了一下 好像是2021的7月23是開幕那一天 那如果想要計算說 這兩天剩下的天數的話 那該如何計算 那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吧 那重點的話就是你可以什麼 把這個日期 應該是 減掉這個日期 today OK 那其實減完之後 那我剛剛有提到 日期實際上就是一個整數啦 所以其實你可以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日期減日期 一減完之後就剩下天數了 OK 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試著 利用剛剛講的就是 year,month,day跟weekday 然後還有all millisecond 這個日期格式呢 分別取得一個出生格裡面的資料 OK 試試看喔